大家好 我是山哥 刚从亨德森这边回到马斯维克斯 哇这一片堵车呀 现在维克斯本来车就很多 这边还在修路 造成纳斯加斯现在一到下班时间 哪怕不下班的时候都会很堵车 这么看上去维克斯非常的繁华 到处都在修桥修路盖房 然后这边还要修高铁 再加上车子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哇塞 原来二十多分钟的路 现在都得开四十多分钟 还要多出二十分钟出来 我记得目前拉斯维亚斯的这个状况 交通状况 这边的车子 哇塞 不是Truck 就是Truck 就是Truck 车子 车超多 现在大处都在盖房 现在拉斯维亚斯的人口可以达到三百多万了 我感觉 这路我修的也是看不清了啊 看不懂了 线啊 很多线 你看地上 好多线 这车道也是修的是乱七八糟的 完全看不懂 就算了 所以现在用了 我就知道 这车道不是一年 度假的 在这个地方 那是夹下车子 是 我留下了 这一路开过来啊全是车 看到有一段啊没拍上 商业广场啊都是车 现在拉斯维亚斯的车是真的多呀 我现在是把韩国城这个方向走 所有的路大路小路都是车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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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